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远景直倒铁皮屋二楼房间 当场撞见嫌犯正在拨电线企图准备变卖 带您看断当时的画面 这些是没有 确定啊 楼下 还有工具啦 他拿着那些工具去 新北11名50岁的男子燃有严重的毒瘾 日前因为没有钱买毒竟然动起歪脑筋 其中摩托车前往林口移出工厂 将铁门撬开 倒走价值约5万元的电线和工程器械 接下来就准备拿去变卖买毒 工地主任上班时发现东西怎么不翼而飞赶紧报案 警方以车追人来到这处铁皮屋 发现窃嫌的机车就停在楼下 立刻上去二楼逮人 人赃巨货 还在屋内发现毒品吸食器和安非他命 一切到即毒品罪嫌移送侦办